共和党及加州州参议员香农·格罗夫 周三公开宣布 加州的民主党共和党及州参议员共11人 联合向州长纽森发信 呼吁重新将食品服务业者列为必要行业 以避免该州的食品业走投无路 最终倒闭 参议员格罗夫在该信指出 一旦重新分类 餐馆业者将可在适当的防疫措施下 开放顾客消费 信中还写道 加州在2019年时 餐饮业共有180万个工作岗位 占该州所有工作岗位的11% 然而今年3月份以来 中共病毒疫情导致加州 已知全美的餐饮业生意大跌 餐厅因此被迫只提供外带与外送服务 但对企业和员工的帮助却为乎其为 我们下降了90% 如果我下降 我们下降了90% 我现在不再在利益上的利益 我现在在利益上的利益 我只看到利益上的利益 那是在明月 然后他们下降了我们 许多业主与马斯丹面临相同处境 因为餐馆关闭将导致一连串影响 包括失业 付不出租金 账单 许多业主与马斯丹面临相同处境 因为餐馆关闭将导致一连串影响 包括失业 付不出租金 账单 房屋和买车贷款等生计问题 此前南加的餐厅业主们为了反抗洛杉矶线的户外用餐禁令 曾聚集在宪政委员库尔家门前 抗议其在餐厅用餐却对禁令表达强烈支持的虚伪作风 周五截稿前 加州尚未将食品服务业更改为必要行业 纽森也尚未对该信做出回应 新唐人记者王自义 洛杉矶报道